多做一些老板叫做剥削吗 老板叫占你便宜吗 还是说你就是应该要给我加班费 不是我分内的事情 你就是不要找我做 我会先采取先付出 但是我会去观察每一次 比如说已经做了五次了 但是没有一次是肯定赞赏 他就觉得说 那你这样多做是很普通的 我会觉得很沮丧 但是明明之中 他还是有一个潜规则 老板看在眼里 有的人五点半就下班了 有的人是把事情做好下班了 高龄时代的 像我那个时代 有个儿哥 三轮车跑得快 上面做个老太太 要五毛给一块 其实他看在眼里 那将来家薪谁家的多 将来谁生的快 吃亏就是占便宜 如果你永远就是抱的我不吃亏 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也别想再占 玉璇 如果这样子吃亏就是占便宜 我在上一份工作过得很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我妈是跟我说 另边的薪水就忍忍吧 职业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 从新鲜到退休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aula 我们这一集来到的主题呢 叫做世代相对论工作篇 为什么会设定世代相对论呢 因为最近的职场上 已经出现有五个世代 共存共荣共处的时代环境了 那这五个世代呢 它包括了战后婴儿潮 还有XYZ世代 以及最近新出来的零零世代 于是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特别邀请到两位来宾 他们是在这五个世代当中的 第一跟第五 也就是所谓的零零世代 跟婴儿潮世代的两位来宾 让他们今天直接在录音室的现场 来谈谈彼此对工作价值的认知 我们今天先欢迎 年轻世代好了 零零世代的代表 她是郑玉璇 哈喽玉璇你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玉璇 目前23岁 出生于2001年 刚从高科大文化创意产业系毕业 在学时有三年超商打工经验 毕业后在电商担任美编半年 现在是全职经营个人插画品牌 还有设计接案 好哦 玉璇其实本人很活活 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录Podcast 对不对 对对 有点紧张吗 对小紧张 好完全放轻松 真的是出生之毒不畏虎 真的完全放轻松 好 那我们现在来欢迎 今天的资深代表的来宾 他是王冠军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Pauline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冠军老师是我们第二次 上职丫侦所Podcast担任来宾 他上次担任我们职丫侦所来宾 是从人资界大佬的等级 来教大家如何一对一的绩效面谈 为什么要讲大佬 刚刚这个录音之前 冠军老师有提到 哇 一本是我们公司的人资长 念大学的时候 冠军老师已经是他的大学教授了 所以可见冠军老师在业界的备份有多高 我也帮这个听众朋友们补充一下 冠军老师的背景 他目前是在中华人力资源管理协会担任顾问 过去的经历 哇非常的宏伟啊 宏达店的人资副总 广达的人资协理 台积电的人力资源服务处的处长 台湾菲利普的人资处的处长 安逊资讯系统人资部协理 还有福乐奶品人事总务的协理 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 这五个世代 他共存共融在现在职场上 他们年纪之间可能都相差了有四五十岁之多 那这个相差四五十岁之多 可能是父子 可能是父女 但是突然之间他变成了同事了 在想法上 做法上 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冲突 或者是火花 所以我们今天先从工作价值篇 来让这光谱的两端 先彼此各自表述一下 我们其实节目的安排 很担心新世代会不敢讲话 所以我们以下的问题 我们就先让新世代来优先回答 第一个我们想问一下 玉璇大概描述 放轻松的描述 就是你眼中所谓的好工作是什么样子 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 我认为的好工作 其实从我求学阶段到毕业之后 一直都是觉得除了初步可以筛选的薪资制度 跟福利是否符合工作内容之外 它是可以在工作的同时获得成就感 称赞跟挑战这种发展性 比如说被长官称赞 或是逐渐主导一个专案 在过程中获得个人能力的提升 这件事情会让我在工作上面更有动力 那冠军老师 您在职场上一路走来到现在 您会怎么样描述好工作呢 我过去做的都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 我假设今天我的这个听众朋友 大部分都是在职场上的年轻人 我过去在职场里面 当人事主管 那如果说有这个年轻人到我们公司来应征 那我通常会问哪几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是 你得上一个工作 你贡献了什么 第二个呢 你学到了什么 第三个呢 就是你在上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你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因为我是从这个老板 从那个主管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要找年轻人 我要找能够看得到他的未来的这种年轻人 所以现在倒过来了 那从年轻人来 那我要找一个工作的话 当然不是一个顺口流吗 钱多是少 李嘉静 午觉隧道自然醒 钞票数到脚抽筋 还不是手抽筋 那他等于系列都是心目中的工作 那是开玩笑的 那真正的话呢 我是年轻人 我会想说 我在这个工作上 我可不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因为一记在手的话 真的是比那个万贯家财真的要重要 所以我觉得了 对年轻人来讲 所谓好的工作 就是有学习的机会 有成长的机会 是 有贡献的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哇 两位第一题完全看法一致 可是我想问那个观君老师 您刚刚有提到是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要找这样的工作 那您自己眼中认为 什么样叫好工作呢 您自己 好工作就是说 我在这工作里头 我可以学到东西 我每天可以感觉到我自己的进步 然后呢 我只要有贡献出来 我会被受到肯定 刚才玉璇讲的就是 我要感觉我受到肯定 我会得到后面 相对应的一个发展 我总觉得待遇 当你老板发现 你学的比人快 你贡献的比别人多 然后呢 你发展很有成就感 说句老实话 你的薪水不可能比别人低 就是你完全投入的话 薪水的事情要水到渠成 它自然就会发生 真你不需要去追求 那曾经有人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我的薪水低 我要怎么样去开口跟老板讲 我讲老实话 我的质押那么几十年 我从来没有一次 跟我老板去谈 我的薪水太低了 从来没有过 因为时间到了 它就会来了嘛 玉璇我不问一下 像老师刚刚有提到 我们要追求的 可能是在这个工作的本质上面 的贡献跟努力 那薪水的事情 叫做水到渠成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 不一定一定要追求说 我月薪一定要 四万五万六万八万十万以上的 才叫我眼中 所谓的好工作的第一关 那您在刚刚有提到 就是 当然薪资福利 是要有一定的水平嘛 但是比如说像您自己 现在在求职 或是您的同辈 在求职的时候 您的了解 他们会不会说 我的薪水一定要 三万五或是四万以上 低于这个的话 我大概就不去做 就是呼应刚刚 那个冠军老师讲的 钱多事少离家境 五叫睡到自然醒 鼠超不要多到 手冲心之类的 就我所知 还有我 因为刚毕业 还是有找工作 这段时间 我们对于 薪资福利的要求 还是会看 因为像 104人力银行上面 比如说我们在 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它是可以 初步筛选 你想要期望的薪资 以及待遇 因为 现在人 生活水平增高 所以每个月 需要的钱也蛮多 那比如说 你的生活费 每个月就已经 比如说 你要花到两万 那你总不可能 找两万八的工作 你在大学毕业 前或后 老师 或是你从网路上 看到的经验坛 都会建议你 调个高度 因为每个人的 能力不同 那你 起码要先 依照自己的能力 去估一下 自己有几两种 对 然后就比如说 我觉得我的能力 可以做到三万二 那如果今天 我去做个 两万八的工作 虽然可能有成长 但我可能会 力不从心 我会觉得 好辛苦 做事情那么多 我觉得 我们可以不用高估 就比如说 我刚毕业 我就眼光放很高 放到五万 放到六万 我可以说 那我先追求三万二 那我再看看 我之后会的东西多 或是我的贡献多 那我再去看说 老板是否可以 帮我调薪 或是这个公司 本来就有说 那你进来一年 就调薪几% 或是你做到一个专案 那我们会帮你 给你多少奖金 或是再多的补助 等等的 因为我觉得 像刚刚冠军老师说的 老板会因为赏识你 他会主动去 帮你调薪水 或是增加你的bonus 但是 因为我有半年的工作经历 那半年的工作经历 其实我是在一个 比较小的公司 那小公司 他比较自由 我也比较常接触到老板 但是 我的经验是比较不好 就是 当我多做事的时候 老板会觉得 很好 那你再多做一点 所以我并没有得到 相应的回报 所以我可能是因为 我一开始比较不会去谈这些事情 所以我获得的结果是比较坏 但我也有看到我身边的朋友 是比较好的结果 但他们做到一个专案 做比较好 然后老板觉得说 我一开始面试你的时候 我可能知道你的能力只有AB 但是你进来之后 我知道你的能力有ABCD 那我看到你这个 我就愿意再多给你一点薪水 然后或是甚至在面试的时候 就愿意开出比人力银行上面 刊登的更高的价码 也是有这样子的经验 冠军老师想要回馈 我也好想回馈 来请说 我这里提供一个 就业市场的一个观念 其实就业市场也是一个市场 有市场就有供需 有供需就有价码 对 那然后呢 我们这个求职者是供给面 市场上那些公司老板呢 是需求面 供给面你会发现 都是学校刚毕业 那有的人呢 他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薪水 有些人他就是 要不到那么高的薪水 因为供给面本身就有差异 那我们自己先 自己要评估一下 我有多少金量 我能卖多少钱 这是价码的观念 那第二个呢 公司也是一样 那我给年轻朋友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其实每家老板 他自己在市场上 他大概也知道 市场上大概是会给多少钱 那他为什么 有的人会愿意给多 有的人会愿意给少 那给少他也是故意给少的 他就不愿意给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年轻朋友 你对你自己的专业有信心 你觉得你在市场上不值那么多的话 你就不要找那个比较烂的公司 真的不必要 因为市场上有 真的有 那你说那些老板 他为什么要给一个比市场平均值 还要高的薪水 他就说我要找比市场上好的人 有人这样讲 就说我要先捞上面的那层cream cream就是那个最好吃的奶油 对他就是我就是要这种人 那后面的你们去挑 是 所以我们要找那种公司 刚我从玉璇的那个谈话里面 我发现有两个 他有提到薪水 他当然不会眼高手低说 我在刚毕业 我就去找五万的工作 大部分的时间比较不会 但是他提到 如果说他认为有三万二的价码 跟行情 自己评估 有两万八的 他就是会为了这个四千块 当然会选择比较高的三万二 这好像是人之场景 可是冠军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四千块的差异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上班族 可能也包括我自己在内 对接的公司 只要稍微高一点点忙就去了 这个时候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评估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呢 所以又回到我刚才的第一题了 不要为了那个两千块三千块四千块 可以这样的告诉你 当有一天你真的个职位 到了很高阶的主管的话 那几千块真的是 那只是一顿饭的钱 不是一天的火吃钱 然后还有第二个 玉璇提到他的第一份工作 那半年里面 然后他多做一些事情 老板说好很好 那你再多做一点 对于这种愿意付出的精神 好像不同世代之间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觉得如果说你觉得受了委屈的话 你也真的觉得你对公司有贡献 那这时候你评估一下这个老板 老板跟公司并不是同一个人 有时候我们讲的老板是部门的主管 那这个主管他自己 他是不是是否围观情政 就是他真的是不是对做事情 做人处事真的是很公平的 那你觉得他是公平的话 我们检查自己 你觉得他本身就是有 对某些人有成见干什么的话 我直接这样讲好了 有些老板是值得跟的 有些老板是不值得跟的 不要浪费你的青春 在不值得跟的老板 那在这件事情上 会不会有一些矛盾跟争议的地方 可能不同世代之间他会觉得 你不要努力我 你不要把我当成社畜 我就只是一个领多少钱 做多少事 那其他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时间 但是可能对于不同世代的人 他会觉得说 多做一点对你来讲是不同的学习 于是职场上的世代冲突 可能就这样发生了 真的要问一遇前了 多做一些老板叫做剥削吗 老板叫占你便宜吗 还是说你就是应该要给我加班费 不是我份内的事情 你就是不要找我做 其实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是 我会先采取先付出 就比如说他请我先做 那我会做 但是我会去观察每一次 比如说已经做了五次了 但是没有一次是肯定赞赏 他就觉得说 那你这样多做是很普通的 你多做一点 多做两点三点四点 等到已经整个都满出来 他还没有觉得说 你做这样是很赞的 比其他员工更愿意付出一点 我觉得如果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 就想回应我 刚刚一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表现没有被赞许 甚至没有被看见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的话 我会觉得很沮丧 我刚刚说我上一份工作的经历的时候 其实不是一开始我就这样觉得 那我也曾一开始在晚上十点的时候 接到老板的电话 我也是马上帮他做 或是我愿意加班 愿意帮他做一些 可能不是我觉得这份工作该做的事情 但是后面他变本加厉 因为我一开始也很挣扎 像刚刚冠军老师有说 有些老板是值得梗 有些是不值得梗 可是有些事情 当你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讲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是不是你刚毕业 所以你抗加性不足 或者是你看的东西还不够多 所以你要再多观察 那其实我刚去的一两个月 我就觉得那边第一环境怪怪 第二老板怪怪 因为那是小公司 所以你真的很常跟老板面对面谈 那当我都觉得怪怪的时候 其实我去跟人家讲 人家不一定能知道说 你们当下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当下那个情节 你的心情 或是老板的作为 老板的心情 没有人可以一百%了解 所以大家会劝你再忍忍 为什么这份工作 我只做半个月 因为其实上一份像超商的工作 要更频繁接触人 要处理更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光做办公室 这份工作我就只做半年 是因为后面我已经忍不下去 一开始大家请我再忍忍 但后面其实发生的事情 不管是从客观角度 或主观角度 都已经让我觉得身心很疲惫 那就像老师说 我到后面才意识到 这个老板 他其实根本一开始 就没有要珍惜我的付出 就像老师说的 市场有供需 他真的就只是想要找 一些后段班的人来 你不用太认真做 你为什么要做到100分 我只要60分的人 那等于说我今天帮他做 是做到120分 150分的时候 他觉得你这样做太多了 你不用那么累啊 我就非常觉得被辜负 OK 所以请新世代的员工 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或是说 因为没有多做 就是在他本来该做的工作当中 可能我们要给他 适度的赞美 鼓励 嘉许 所以呢 你不但要口惠 你也要实质 谢谢他 在这件事情的一个付出 所以这个可能是跟 新世代 在相处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 这边不要讲到一个 世代观念的差异了 因为今天主题是讲 有讲一个世代差 那正好 前几天 我有两个学生 从美国回来 他都已经定居美国了 然后呢 他讲说 美国那边的观念 我就讲说世代差 跟中西的文化的差异 他举个例子 他说比如说在麦当劳 麦当劳不是我们在排队吃饭的时候 都有一个line 一个line 他说有一天 他跟他太太在排那麦当劳 排到前面还有三四个 快到他了 后来呢 那个店员就把一个closed 就是他那个counter 就是那个 刚好结束了 就说我下班了 那别人没有下班 因为他每个人是弹性的 每个人上班时间不一样 他说我怎么那么衰 我就排到一个正好 关掉了下班的 他也不管后面还有人继续排 对 后面排很多人 那他就很气啊 就说怎么这个样子呢 那然后他就看到那美国人 都觉得 那我就换 美国人就把他下班 就下班了 就下班了 他有权利 不管我后面了 是是 时间一到就结束了 对 但是我们台湾去的人就觉得 你没看到我在排队 而且我排了半天了 居然你怎么就前面 就放了一个关掉的牌子 是是 这个是一个中西文化的差异 那我们讲到这个年龄的差 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年人也是觉得 我朝九晚五 比如说五点五点半下班 那五点半下班 我就下班了 对 苏基老川 如果说你按照法律上来讲 雇主不能再要求 你一定要帮我多做 即使要加班 也要得到员工的同意 基本上这样子 我有权 我下来就 哪怕我再帮你写一个proposal 一个建议案 写了一半好了 我下班了 明天早上再来 你拿我没办法 但是呢 这是一个趋势 我建议这个身为主管的 比如说你的时代是比较早一点 你要慢慢能够 接受 接受这种 因为这个社会就慢慢就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 明明之中 他还是有一个潜规则 老板 看在眼里 你比如说好了 我底下有十个年轻人 有的人五点半就下班了 有的人呢 是把事情做好下班了 那有的人呢 他比较是高龄时代的 像我那个时代 有一个儿歌 三轮车 跑得快 上面做个老太太 要五毛给一块 你说奇怪 不奇怪 其实上一个时代的主管 最喜欢说 我要五毛 你给我一块 其实他看在眼里 那将来家薪谁家的多 将来谁升官升得快 对老板来说 要五毛 给一块 所以刚才余线这个样子 他做得很好 他自己愿意把这工作 能够贡献出来 但是我刚刚讲说 你碰到一个不对的老板 又有听过这个儿歌吗 有 还是有 OK 就是要五毛给一块 后来我在职场里头 我对我部门底下的这个同事 我这样讲 我说 我过去听过的 要五毛给一块 结果后来我们底下人都互相 他们底下的人了 我都英文名字叫David David是要五毛给一块 今天我要你五毛 就给我一块 那明天加些水的时候 你要五毛 我给你一块 是是 冠权老师其实点出了职场上面 其实蛮普遍存在的一种潜规则 这是个潜规则 对 是是 特别是可能现在打考积极校的主管 相对上多数啦 都是世代比较高的 所以可能在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 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可能在现在他们看待下面的部署 可能多多少少难免 还是会用这个要五毛给一块的讲法去 放在内心里头去衡量 对 那我想问冠权老师啊 您会对于比如说新世代这种 我五点半下班 那就是下班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再留半个小时 我就要加班费 您会觉得这个是叫做斤斤计较 叫做讨价还价 叫做非常care自己的权益 那我们虽然不能说他有错 可能本来就是应该要争取自己的权益 但是如果有员工 凡是用这个标准来跟您做讨论请教的时候 自身世代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人呢 我还是讲我那个时代的一个口头长好了 吃亏就是占便宜 如果你永远就是报的我不吃亏 我可以告诉你 那你也别想再占便宜 立璇 如果这样子吃亏就是占便宜 你现在的父母亲 他们还会跟你有这样子的观念教导吗 或是学校的事长 我在上一份工作过得很不开心的时候 其实我妈是跟我说 拎边的薪水就忍忍吧 对 但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职场不限于 是说是办公室嘛 对 那像刚刚Pola 她有举例 比如说晚半小时下班 因为我前面有三年 在超商打工的经验 那是我大学的时候 超商交班或是点货等等 都还是需要一些流程 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晚一个小时 或是半小时下班 那不是一两天 就是你可能一个月上班16天 你每天都晚半小时 因为我们都是几个大学生一起去打工 一开始都觉得非常正常 我们都愿意留下来 愿意留下来到12点一点 然后帮忙换一些档期的东西 那些东西其实可以明天请下一个班的人做 但是因为正职等等就觉得说 你这样会加深另一个班的负担 那搭工独生一起来做 可是其实像我们是直营店 其实要升薪水是比较难 就是你可能要考一些鉴定 并不会因为你愿意付出而加薪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的工时其实都是被辞掉 那直到我工作两年多之后 换了一个店长之后才跟我们说 其实你们这之前都可以报加班费 所以从那开始我们才有正确的福利 其实我们不是不愿意付出 像那个时候我们没拿钱 一开始就觉得大家互相帮忙 可是到后面发现 其实这不是互相帮忙 这是有一点像被占便宜 但我觉得身为我们被加班的人 我并没有觉得有被占到便宜这样 但是如果说是做办公室之类 就是比如说想一个专案 想一个店子等等的 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把一件事情做完 我觉得这是还是有不同职场 还是有不同的差别 我这边再加码问一问题 因为玉璇现在她的工作是自己在接案 等于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嘛 接案到现在半年吗 其实都有陆陆续续在做 那她之前提到毕业之后在电商 担任每边半年 这就是所谓一般比较传统的政治工作 老师怎么看待新世代 年龄世代 他们的工作三个月六个月 那就会离开 而且这个其实是常态 不是只是发生在玉璇 所以在玉璇身上我们看到 在工作经历至少两件事 就是半年的工作 以及现在她自己来做结案 这个在老师工作的那个年代 是比较少见的 一进去就是终身制吗 没有没有 就算影响干终身 你这家公司也不可能撑到你退休的时候 但是您那个年代对于这种一份工作 三个月半年应该也不常见 我还是从人力资源的这个角度这样切进去 我们叫做三个月是死亡月 什么叫死亡月 如果说你说你告诉我 你过去三个工作都是三个月三个月 很多的公司啊 适用期间是三个月 那你都是三个月就换工作 那我都会想到 你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过不了 你三个月是没有过 千千万万不要三个月 哪怕成四个月也比三个月好 那六个月呢 六个月也比三个月好 反正我先第一个告诉大家 不要三个月 三个月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月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回到我们那个年代啊 到现在其实我觉得还是一样 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语叫 一回生二回收 那我们在公司里面啊 尤其是在那个比较 有制度性的大公司 很多的那些 我们叫做流程 公司管理的那些流程 干什么 是你比如说做报表 有些是月报表 有些是季报表 有些是半年报表 有些是年报 那如果说你工作的时间 不到一年的话 那个因为cycle都没走完 你cycle都没走完 好了 如果你做完一年 我顶多相信 你成功做过一次年报 但是你只做过一次 可能还是人家带着你做 那叫一回生 你比如说我做过两年了 我知道了 你做过两次了 第一次人家带 第二次你自己做了 一回生二回收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从专业的角度 这样子来看的话 最少每一个工作 你能够待个两年 那然后呢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会问他 告诉我你过去学到什么 那如果他说 我过去待了半年 我学到这个 学到学到那个 老子要打几折吗 基本上 我都抱着唇义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 你还没做熟嘛 然后他说拿出作品呢 玉璇说 你看这是我的作品 那个可能 有些人是天才 我要承认 我要承认是有天才的 但是拥有大众还是比较多 OK OK 玉璇不要难过 我刚才说 最好要超过两年 其实我们自己内部 有一个数字啊 大概大学毕业生的 第一份工作 平均的存续期间 大概是十一个月 所以玉璇虽然短了一点 但是距离十一个月 只差五个月 那老师刚建议 他要两年 其实老师是有点 比较高的标准 来看待同一份工作的 存续期间 哇 太精彩了 在第一题 好工作的定义 我们就看到的 不同世代已经开始 彼此喷射出火花 最起码 我是觉得 不要试一个月 真的 一个月真的都很难讲 也不是十二个月 十二个月是just make 你要十三十四个月 这样子会十一个月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月份 十一个月不好的月份 对 要超过一年 撑过那个 再多撑个三十二天 就一年了 要超过一年 要超过一年 OK 我举例来说好了 公司有时候 就要发那个年终奖金 通常要撑过 你为什么连 要发年终奖金之前 你连撑都不撑 你就要走了 你通常也会有 比较正面的想法 还是比较负面的想法 就觉得说 你这个不耐操 你这草莓族 现在还有人用草莓族来形容吗 玉璇举手了 刚刚老师讲的 就是这个观点 当然是公司对员工 我那时候 这要走之前 我有先查一下 网上的资料 其实也有人说 因为那时候 我离职的时候 是接近农历新年 那其实也有很多 要年后跳槽 那他们就会开始讲 一些你找工作的 那他们就会说 如果一间公司 连让员工 撑过年终 这件事情他都做不到的话 这间公司是有 不好的公司 对 但是这是双面的 有些人觉得 你员工 连这样都撑不下去 你就是看下心不准 因为年末可能很忙 大家可能要做结算等等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 员工会觉得说 他都已经快要撑过 那一个月 就可以领了 一两万的年终奖金 甚至几千也好 当个红包 可是他却连这样 他都不愿意撑 那这间公司 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快要到年终了 老板连这个时间 他都不愿意让你继续撑 这表示他可能对员工 也是比较可口一点 这也是一个点 另外一点是 员工是觉得说 我连这个年终奖金 我都不要 我现在就要走 这家公司 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对 也会有这样子 所以看同一件事情 有非常多的角度 真的有那个烂老板 那我们现在来进到第二题 那这个字眼 生活工作平衡 在最近五年十年来 是特别的流行 一直被提及 大家对于生活工作平衡的要求 其实也是员工满意度 影响的很重要的关键之一 一样我们先从玉璇开始 你觉得升官发财这件事情 跟生活工作平衡这件事情 小孩子才选择 我可以两个同时拥有吗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选择一项 就你自己个人来讲 你会选择升官发财 还是生活工作平衡 还是说我真的不用选 我就是可以 那可以你怎么做到的 我在看这个仿刚的时候 其实我有 首先我想厘清升官发财的定义 比如说如果薪水跟权利 你突然跃升很大 比如说你连跳三级等等 这种发财的话 你可能从三万变到六万 好 你真的发财 好 假设就是用玉璇的定义 三万到六万 对 你升官发财 百分之百两倍也不错 好 那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适应生活的变化 但如果你是慢慢升上去 我觉得随着时间 人的能力 甚至适应度 是可以有所提升的 那你就可以追求平衡 如果我觉得 这是两个不同前提 一个是突然升很快 或是你慢慢升上去 这两件事情也不行 可是如果你是说发财 我觉得发财是突然升很快 你才叫做发财 不然如果你慢慢升上去的话 你生活品质也不同 花的钱水准不同 那就不叫做发财 那如果无法兼顾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选择 生活工作平衡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 想要在一间公司 听到发财 有点不切实际 有点难 对 有点难 大家看来 比较常讨论的房价来说的话 如果一间房子 它一年涨了五六十万 一百万 但是你一年 你做一年 薪水还没那么多 你的薪水除非你是科技业等等 跳升真的很大 分红真的很多 不然你真的追不上 你要升官到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追得上房价 其实这很难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说 既然在一间公司的前 就像我现在会自己出来 做一些 自己接案 或是参谎的话 我可以不如在生活工作平衡 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 然后发展我自己的兴趣 甚至可以发展为自己的副业 再进化成主业这样子 是不是很常听到新世代的说法 就是生活跟工作平衡 我们也不能说它错 因为它确实点出了一个 很务实的问题 你现在看现在的高房家 随便百个半年就涨了 五十万一百万 这些可能是孩子们 工作一年都还做不到的薪水 所以呢 他刚刚提到了 这两个在务实的情况下 他会选择的是 生活跟工作平衡 好好的去休息 休息的时间 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 那该多美好的人生 那同样的问题 想请问冠军老师 升官发财跟生活工作平衡 如果您现在 还是一个职场上班族 当然您现在还是顾问的身份 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不要把这两个东西 看成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因为你把它变成选择题的话 那个取舍起来就会很挣扎了 其实真正工作平衡 跟这个升官发财 是在两端没错 但是它中间一条线 它是一个spectrum 光谱 你可能是在这两个两端中间的某一段 是比较偏向升官发财 还是比较偏向工作生活平衡 还是说你正好在中间 你要做的选择题 不是一或二 而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光谱一样 我个人的建议 其实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你不是说有老中青 对不对 以前我们那个时代 念书有这个岳飞的满江红 天哪 你要找我这个老先生来讲 我就必须要讲我们那个时代的 满江红里面有一段话叫 莫等先百了少年头空悲怯 记不记得有这句话 一定要说 好像有印象 我们的大哥没有差那么多 他意思就是说 你在年轻的时候 千千万万不要鬼混 因为你鬼混了以后 到了你老头发变白的时候 那你就空悲怯 你只有仰天长叹 然后抱怨自己怎么会混得那么糟 所以我刚刚是讲 就是说升官发财跟工作平衡 从老中青的观念 我的建议是 年轻的时候 真的体力还好 脑筋还好的时候 稍微多吃一点苦 那你将来老的时候 你会过得比别人更舒服 如果你到了很老的时候 你还在一天当晚 逼着自己去吃苦 生活还不平衡的话 这样讲好了 这辈子会得也太悲惨了一点 那个时候真的应该是 比较balance一点了 老师是从整个生命历程 职业跟生涯的角度 这样子来看 拉长时间去看 毕竟老师已经走过了 五个世代这么多 老师刚刚提到的鬼混两个字 老师会怎么看待 玉璇刚刚讲的 休息跟培养兴趣 你在休息或培养兴趣的时候 会不会常被父子辈的说 你不要再鬼混了 老师其实提的是一个 延后享受的概念 但是年轻时代 我只有当下 我难以去想象 我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之后 所以我当然是及时行乐 老师会用鬼混两个字 去形容您的孩子 不会 我这样讲好了 我不赞成一个人 把他全部的二十四小时 把他所有的精神精力 体力 全部都花在工作上面 那个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我建议说你工作的时候 也好好把工作做好 下了班 如果真的有闲暇时间 你要培养一些跟工作 比较不是那么直接相关的 一些兴趣娱乐 这样子来做balance 要不然的话活都会 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很累 不错 老师有支持 但是我想讲一个 就是我的兴趣 通常是结合我的专业 太棒了 就比如说如果我是设计的 那我的兴趣可能是 广展 对看展或是看一些作品 但是其实设计这件事情 它的灵感是来自很多元的 因为你设计也不一定是一个主题 比如说你出去看看花草 那你回来的创作 可能就是关于大自然的 那你今天如果是要创作 比如说科技感 那你去看到电脑 或是一些大家都做的作品之类的 你也有灵感 这样等于说我做什么事情 都好像可以冠冕弹簧 说这是我在找灵感 是我觉得说 我在做休息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尽量去贴近说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养分的 我的定义里面的鬼混是 这个件事情就是消耗我的心力 又花我的钱 然后又让我很累 比如说我可能出去喝个烂醉 然后喝个两三天 那我后面再花两三天修复 我就说好像好累 然后又没灵感 对然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又没灵感又没力气 又花钱 那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所谓的鬼混 我的干法跟那个 一致对不对 对对 他这样子就是 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 让自己的那个心情 能够放松 对 既能够放松 然后他做的一些休息 兴趣的选项 又是跟工作有关 然后再讲一个 我再跟你讲个小故事 我刚刚不是建议说 不要把百分之百 说百分之一千的你 都放在工作上头 那是很危险的 你应该让你的生活 比较丰富一点 比较多样化一点 我讲一个小故事 那个时候我从台积电 后来广大公司在挖角 我的那个职位是 董事长亲自跟我谈 他跟我谈的时候 其实谈工作本身 已经谈的不多了 所以林白颖先生跟您谈的是 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跟我谈艺术 哇 他想要看眼前的这位 跟他的品评的水准如何 以及对美的鉴赏力 因为他认为说 你当我公司的人资长 你一定要知道 这些相关的艺术美学 艺术美学 这样讲好了 英文字也会叫做dry 我们学英文叫做干燥 就是意思说 这个人如果你当人资长 如果你除了工作以外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懂 干涸枯竭 就这个人太dry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 因为我明天我要跟他interview 我今天赶快翻一些 美学序论 来不及了 那个是真正的 涵养在里面 所以你要让你自己的生活 变得很丰富 很juicy 对 我的建议是 真的是这样子 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 我看过那些 百分之一千的 都投入在工作 有天突然老板坏人了 主管坏人了 人跟人之间总是有 有些人就比较对盘 有些人不对盘 就发现猪羊变色 红的变黑的 完蛋了 因为他一完蛋是整个人生都完蛋 因为他百分之百都是工作 他没有别的东西 我不主张那样子 所以也借由工作以外的生活 培养自己的一些 生活肌肉好了 应该这样讲 内涵 内涵 涵养 所以这两位在不同世代 对于这个议题 倒是有蛮有共识的 那如果 先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讨论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们五颗星 并且留下好评 假如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到枝牙诊所的网站来发问 特别想听什么主题 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 投稿给我们 也邀请您订阅追踪 掌握最新内容 我们下次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